我今天是豁出去我这张嘴烂掉不要了 不泡盐水啃完这整个凤梨 我不信嘴不流血 这凤梨不泡盐水不挖孔 可以直接吃 你们信吗 凤梨买回来了 咱就说啊 那这不就是个菠萝吗 它跟菠萝有啥不一样 咱说我一直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啊 不过既然那些商家一直宣传说 这个凤梨不泡盐水 直接吃也不会流血 那咱今天真的就豁出去了啊 我拼了我这张嘴烂掉不要了 咱今天直接不泡盐水 生啃完这整个 不是菠萝刚才说菠萝 生啃完这整个凤梨 看看到底会不会有事 希望这个凤梨跟菠萝不是一个东西啊 这要是菠萝 咔完说我的嘴头好就烂了 消完瓶了啊 它这种孔确实是要钱很多 对你在消费的过程中 就顺便又消掉了 就不需要你特意去挖孔 开吃了啊 嗯 很甜啊 没泡盐水 它几乎是纯甜乎酸的 嗯 吃点好毒啊 满口爆炸的感觉啊 冲着我了 一整个吃完了啊 我吃完了现在整张嘴完全没感觉啊 不疼不麻也没有流血 这要是个菠萝的话 我吃到一半我嘴开始哗哗疼下了 而且不是捧鸡彩业啊 这种凤梨我在吃的时候 真的能感觉到 它的汁水甜度 要比普通菠萝好吃很多啊 好